瑟瑟 你可是真心 愿意将终身托付于我 殿下 何必明知顾问 可是我在你家人眼中 并非是最好的归宿啊 只要殿下不负瑟瑟 瑟瑟 一定会说服家人 若不能让你父亲垂青于我 又怎么敢让你托付终身呢 瑟瑟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你父亲 安心把你许给我 嗯 胡闹 请赵将军成全 翊王殿下 我与瑟瑟情投意合 还望赵将军成全 来 来 我知道将军 心中忠义的是太子 承鄞虽无权无势 但我可以保证 日后 一定好好戴瑟瑟 绝不负他 这个 将军心中所谋之事 我可祝您大成 只不过啊 需要委屈一下瑟瑟和赵将军 配合我演出戏 太子殿下 我亲眼看到高震 故意提伤了兄长 瑟瑟 你误会了 这粗拘受伤 是难免之事 但是我刚才就在旁边 高震不是故意伤你胸长 可是 哥哥 瑟瑟 瑟瑟 快 太子 瑟瑟 都是我不好 海家兄受了那么重的伤 瑟瑟 是我不好 别哭了 没想到高震 居然这么狠 瑟瑟 既然已经这样了 必须把心掩下去 否则就前功尽弃了 那接下来 我们该怎么做 这次虽成功 但太子未必就相信 我们必须 再一起演一场戏 请您再写一封书信 交给太子 就说你们痛恨高家 有意投靠于他 快 你倒你 好 我们不得为 太子 那还蛇 我选拔来 你抢着 你抢着 我抢着 我抢着 你抢着 我抢着 你抢着 你抢着 我抢着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 你父亲那关总算是过了 可是 不知道你兄长 是否会记恨于我 虽说这一次 是做戏给太子看 但殿下演得太真 兄长当时又不知情 事后父亲也都说与他听了 但兄长性子倔 就怕他认死理 心里不痛快 不痛快 殿下往后可要对兄长好些 那是自然 四四一己私情 令父兄涉险 如今赵家命脉 都悬于殿下之身 若是殿下以后有了新欢 艳弃了瑟瑟 还望殿下看在今日之宫 勿要艳弃瑟瑟的父兄才是 令尊行事严谨 虽与我有私下之缘 却在太子那儿瞒得严谨 若我失败 你随时都可以拿着这枚玉佩 转头东宫 瑟瑟瑟瑟在此明示 对翊王殿下绝无二心 最可怜的人是我 既得罪了太子 又未能全然得到你的心 殿下 我 好了 逗你的